哈嘍我是Amy 哈嘍我是Li 我們是阿咪阿咕哩 今天還有水 去紐約三個月現在趕回來 對啊 而且還感冒 第一集 可能會一直哭哭找 大家請見諒 之前因為福燕在跟江洪杰選手的小孩事件 又上了蠻大的新聞 那很多網友跟我說 希望聽我們講 福燕小姐江先生不好意思 先跟你們說聲抱歉 就錄這一次以後也不會再錄的 謝謝 我先跟大家複習一下 首先福燕愛 她是日本家喻戶小的桌球女星 真的是從大概三四歲的時候 小小的福燕 就在桌球桌那邊很努力的回擊 然後一輸就會哭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好可愛好可愛 直到她長大變成國手之後 還都是眉光燈照點 算是第一個日本桌球選手成名 然後成績又很好的吧 真的是始祖嘛 所以她的地位就是蠻很... 始祖 地位始祖 地位很崇高 其實我們愛一直以來都還算是有一些花邊新聞的 16年的時候她就直接跟台灣一個 在那之前大家都不太知道的 桌球選手江洪杰 沒錯過 因為江選手相貌堂堂 對 相貌堂堂 所以很容易就被... 相貌堂堂又身高很平伯 對 所以她們真的就是一個金童玉女的感覺 17年的時候她們是先有一個女孩 然後19年的時候 男生也出生了 目前現在是5歲跟4歲 大家對她們的印象就是 很恩愛 眷侶 然後你看19年才剛生弟弟 剛出生她們就鬧出了離婚的騷動 突然就被爆出 我頭媽你跌倒 後來就離婚了啦 21吧 對 21年就離婚了 侵權就是共同侵權這樣 共同侵權 好 反正目前的狀態就是說 小孩原本在台灣幹嘛把生活 就兩個都在台灣 去年突然就跟江洪姐說 那暑假的時候 可不可以兩個小孩都跟我生活 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情蠻佛生們的 對就只帶了一個種 而且是帶弟弟種 沒有帶姊姊種 本來是說好 暑假完了就會歸還 結果就沒歸還 就會讓她回家這樣 而且 服員甚至 馬上在東京申請了 單獨侵權的訴訟 就是她想要小孩的 她只有一個人的侵權 Anyway就是因為日本有這個 所以服員等於有點像是 鑽這個法律的漏洞 她目前法院是在 在判決還沒時間中 而言之你先歸還她 這個保權力跟真正的法律 訴訟結果還是有差的 所以才會說現在是要 強制執行 可是強制執行其實也不太 不太能強制 就不知道怎麼 複雜 非常複雜 但是目前做的就是 小孩分隔兩地 爸爸見不到弟弟 媽媽見不到妹妹 這樣子 欸日本網民呢 基本上大家都覺得 小孩很可憐 大家說因為離婚的時候 已經決定是共同侵權了 既然說暑假而已 然後會歸還的話 答應人家要歸還就應該會還 他是直接把它藏起來的感覺 如果小孩說想要跟母親生活的話 你們對我律師應該可以自己 兩個人決定啊 為什麼不聯絡 想要把這邊變成基層事實的話 那當然你會失去甚為的信用 嗯 滿主流的網上的看法 嗯 因為服務員之前有說 她的律師說 她想要你母親的身份 去保護她的孩子 那那姊姊呢 因為現在是 對那姊姊就行嗎 如果你那個老公 真的是很可怕 我姊姊怎麼在那裡 對啊那你怎麼會放一個姊姊 這麼可怕 對啊 就很奇怪 對啊 這個網上就說 母親是父親的父親 母親的父親才是原因嗎 母親的父親才是原因 我覺得她最大的問題 就是她覺得腦了很多 真正的媽媽 她自己覺得腦了很多媽媽 然後你還代表說 你因為你是媽媽 對媽媽 對媽媽發言 對媽媽 對媽媽 然後她說 所謂的對小孩不好的影響 應該是想你這種 把小孩跟家庭知識模糊 跑去跨到別的男人身上的人吧 對啊 然後她說 母親 最最悪的 這種時候 孩子 世界上 同情 你覺得很誇張嗎 因為那都是她自己先跑回來 對 而且還把她自己的媽媽 還留在台灣 超級好 對啊 很驚訝 真的很驚訝 很驚訝 其實滿難懂的耶 其他就是 不認識的 模索模索模索模的原因 夫なら絶対に許せないし 一生信用なんてできない 福原愛さん 最悪だな 康さんと子供さんが可哀想すぎる 一刻も早く康さんの求めに お子様が戻れることを祈っております 共同神経にした康さんの優しさが あだとなった結果ですよね 婚子さん無事に戻れ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 悲し合いもせず一方的に子供を自分のものにする行為 誘拐だろう 浮気して旦那や子供たちを傷つけ 更に奪うとか最低 不倫するような親のもと 悪い環境で子供を育てるのは 良い子供として育たないと思う 多分正しい覚えの 福岡の愛は道徳性が全くなく 孤独でずる賢い女だ ちょっと感じると ちゃん家人 そういう気味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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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も同情江洪姐 そういう気味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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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刻も早く 愛さんが幸せな生活が 出来るように こう血圧さん 白い血 抗血圧さん 涙の回転の猿芝居は 見事でした 愛さん、在さんはもう 絞り取れない状態ですから 諦めなさい 今も同感で可愛らしい 可愛ら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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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らしい跟可愛い 可愛らしい 可愛らしい 彼女には同情しています モラハラは確かだと思うので まさに金のなる木としか 思われてないでしょう 汚い一族に 捕まったな って感じ 但明明就也都是報道 我是覺得 不一定啦 對啊 為什麼 他這麼被 他其實都是家務事務 沒有必要罵 這麼慘 真的有網上文章分析 他為什麼那種被 被討厭 第一個 是長相 嗯 我覺得那個阿咪 有個朋友 形容得很貼切 什麼 就說他是 有道義不死 醜得剛剛好 你就他長得很對 好像也滿有道理 阿咪是完全是覺得 正經 就是這樣對不對 我還沒有覺得他邱頭 你覺得他就是個不死 哎呦 天哪 你們親切 謝謝 沒有因為 我覺得是因為 不是他長相本身的問題 是他的作為 然後他的作為 會讓你覺得說 他覺得自己是EON 我覺得那個才是重點 あくまでも スポーツ選手の中では 可愛いほう 因為他其實算是比較 上一輩的選手 可是現在的選手 都超可愛 都在化妝 對對對 現在多求的 好幾個可愛 對啊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可能也是大家看習慣 就會覺得你這個Level 還要出來 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大家就是 看更可愛 可能就會習慣 對啊後來就有更可愛 可愛くないのに感違してる 那就是我剛剛說 吳正才自以為正 他們是講說 你看他的Instagram 他覺得自己是正妹 的那個造法 他太喜歡他自己 很討厭他說話的方式 哦 我也是 可是他不是白的這樣 你根本就是王 你是不是女生 有算我罵 我沒有算我罵 因為我也 反而覺得還好啊 我沒有很喜歡他 但我也不喜歡江洪姐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你這樣子我們會被兩邊粉絲嗎 不是 你把剪掉就好了 不行啊 這麼好用的東西怎麼可以剪掉 いつまでも小学生 みたいな喋り方 仕上がって 他就是用那種很可愛的 他就是用那種很可愛的 你的模仿好有惡意喔 他很難我保證 我現在的聲音那麼出 對 我必須要高八度才能 很黏很黏 很黏 TT 他現在也是這樣啊 他現在也是這樣啊 他會覺得你走 就想說都幾次為什麼要弄成這種聲音 好怪喔 個性很糟 對 對 女性很糟的 男性很糟的 男性很糟的 女性最糟的 男性很糟的 男性很糟的 我已經知道了嗎 你們現在知道了吧 對啊對啊 張全手現在知道了吧 知道了嗎 好 還有 還有 不只是個性高 還有就是他戀愛的 愛男色 好 我以為這個年來 很適合 而且他之前 對象都是 男性很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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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日本人要罵你 就是罵什麼 他們就是日本人罵人 就是罵人不帶髒話 你看這裡沒有一個字 髒話嗎 沒有啊 超級直擊你心臟 沒錯 另外就是當然 有一些人是到了他外遇之後 才對他失望 以下都是我個人言論 我第一個覺得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積分 我覺得他們會選邊站 但其實我覺得我們 並沒有站在那邊 沒有 而且這種東西最難 就是以法律途徑 其實最難解決就是這個 但是我覺得日本會這麼嚴格的原因 首先其實應該也就是 嫉妒星吧 雖然網上的女生們可能不承認 可是你看 他真的長得沒有到非常好看 他一定要說很瘦 對 很瘦 但是卻一直交很不錯的男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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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